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在野外驻训的导弹发射先锋营的官兵们在训练剑系开设的互动讲堂活动之一 今年 导弹发射先锋营承担了重要试点任务 多数官兵面临专业和岗位调整 面对压力和挑战 这个旅把思想工作延伸到战斗岗位 把教育课堂延伸到发射阵地 把一个个发射架建成一个个学习小组 通过一场场发射架下的利剑故事会和先锋战士说 把教育向战斗力聚焦 同国开展小演讲 小辩析 小讨论 培育战队导弹部里特有的战斗精神 战斗作风 战斗意志 形成练兵不懈怠 备战不松劲 打仗不怕死的昂扬时期 连人 官兵纷纷递交讲服从不讲条件 变岗位不变本色决心事 试点任务如其高质量推进 近年来 火箭军党委创造性的探索运用 统筹大课 互动小课 媒体威课 官兵评课 四课做法 将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 用强军使命引领转型发展 有力推动习近平强军思想 在火箭军部队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从东海之滨的先锋静旅 到西部高原的大漠营盘 从南国密林的导弹阵地 到白山黑水的红蓝战场 一堂堂精品大客 如思想的种子拨洒进官兵心间 火箭军成立两支理论讲师团 军师级单位组建十四支理论清旗队 旅团级单位设置130个理论讲习所 基层官兵人人争当理论讲习员 常态开展滚动式菜单式理论服务 帮官兵选出政治强思维新的身边老师 作为理论宣讲团的成员 我们坚持先调研把脉 后坐枕开放 紧扣官兵关心关注的疑点 难点热点问题 不断增强理论服务的针对性 我们用朴素生动的语言将理论讲具体 用简洁高效的课程将道理讲透彻 让有意变得有意思 让有高度变得有温度 让官兵感受到真理的魅力 品尝到真理的芬芳 最艰苦的地方是最教育人的地方 某工程旅广泛开展读红色书籍 唱红色歌曲 寻红色足迹讲红色故事 当红色传人系列活动 激发官兵扎根山沟 建功阵地的壮志豪情 发射架下 互动小课深入冰心 三尺讲台 统筹大课 亮剑是风 请大家打开微信 选择面对面建群 今天我将用罗眼3D基础 开启最强大脑 看一看大家的潜力有多大 过不了网络观 就上部好教育课 各级注重开决智能手机教育功能 把手机投屏 视频连线 弹幕直播 微信小程序等时尚手段引入课堂 方寸迎评 成了官兵接受教育 信息冲浪的掌中宝 我们的部队走到哪里 网络课堂就搬到哪里 全程激励官兵 听党话跟党走 自觉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枪军主任 教育效果好不好 备战打仗剑分晓 火箭军某基地 在实践中探索改进考评办法 通过建立群众测评 单位互评 机关考评的科学评价体系 让教育考评的软指标硬起来 使教育更加聚焦战斗力建设 这个中心 来自火箭军各个单位的 五十余名基层政治教员 同台竞技 考评比武现场 官兵们带着智能手机进课堂 扫描二维码 就能平刻点赞 经过理论考试 现场备课 授课演示等轮番较量 一大批党的创新理论的 不活者 展露头角 集中展示了火箭军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发展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 我们火箭军 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积极探索构建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更新教育理念 优化教育内容 改进教育方式 推开思学模式 创新四课做法 着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 时代性和感召力 始终引导官兵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坚决完成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赋予的 各项任务 不断为建设世界一流的 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而努力奋斗 恩 9 3 4 5 4 7 4 感谢观看